- 欢迎收看本期韬光钱包买玩具的韬光玩具箱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龙珠SHF的新品 就是弗利萨的手下吉纽特战队的利库姆 利库姆是吉纽特战队的人物里第三款发售的一个作品 吉纽队长是作为通贩发售的第一款 而吉斯是第二款是在去年年底发售的 是一款魂线的商品 包括利库姆在内剩下的两款吉纽特战队都是魂线的 废话不多说 首先看一下它的运输盒 运输盒就是万代的魂商店的这样的一个标配的 正面反面都有它的日文名字和它的英文名字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彩盒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OK朋友们彩盒拿出来了 还是相当大的一盒 导致我这镜头有点粗犷了 大家见谅 正面大家能看到 有一个利库姆的这些非常嚣张的一个造型 我这是一个港版的 它是一个影迪的红毛贴 SWAR这一款产品是在越南组装的 彩盒侧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三星龙珠的一个配件还有利库姆的一个特写 以及另外的一个配件就是这个非常著名的青蛙 封顶和封底都是有一些它的肖像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背面 背面的左半部分还是利库姆走路的一个姿态 右半部分图面非常的丰富 这些post都是非常具有原作风格的 除了我们可以看到的龙珠和青蛙配件 还有一个就是鸡牛队长的第五副面雕 这个面雕是它互换身体以后的面雕 我们一会拿出内容物再详细的看好吧 彩盒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朋友们 所有的配件就给大家摆出来了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 除了主体以外 还有四对手型三副可替换的头雕 还有一颗龙珠 一颗鸡牛队长的傻瓜头雕 最后还有一只小青蛙 配件不多 尤其是我刚做了生意神 我觉得龙珠真的是太贴心了 东西特别少不像圣豆室 我真的每一个都摆半天 好吧感觉有点不负责任 OK我们先看一下头雕吧 先从它本体的头雕开始看 本体的头雕是一个坏笑的脸型 头雕上面的头发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可以跟其他的头雕进行一个替换 是这样的一个三个插槽的这么一个设计 探测器也是可替换的 我们可以把它拔下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坏笑脸也是能体现出人物个性的一张面雕 我认为还是非常出色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其他的面雕 这两个面雕有点镜像处理 但仔细一看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左手边的这个瞳孔是左下方向 它是朝底下看的 而右边这幅是像右鞋似的 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猛一看确实是有点像镜像 最后一副头雕这一眼睛终于是看前方了 但是还是抖鸡眼 最张大的这个幅度 非常的夸张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刚才的这个 脸长出了这么多 三副可替换的头雕 尽管都是呐喊脸 但是各具风格 还是能体现出人物特色的 头雕看完我们看一下手型 手型四对手型 其中一对是手腕向上翻的 这样四指并拢的一个手型 然后另外一对手型跟它类似 也是四指并拢 但是它这个手腕是平举的 另外一个手型是五指张开 然后这个中指和无名指的 之间的这个宽度会大一点 细节还是很出色的 最后这一对是卧龙珠的一个手型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反正很常规 但是手指的纹路什么的 还都在 从这个造型上美学上来说 也是感觉做的很舒服 利库姆这个手真的非常大 拿在手里还是挺有质感的 手型看完 我们再看一下龙珠 纳美克星龙珠 个头都比较大 我们也看了多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就不多看了 然后下一个配件 是肌扭队长的一个替换的头雕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喜感 万代把这个做成配件 虽然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做的这么好 也算是非常对得起玩家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替换一下 看配到这个本体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有史以来最佳的一个头调了 这个感觉 这个越看越想笑 而且还是很诡异 有点恐怖 你看这个直视着你的这个感觉 看得有点害怕 一开始觉得好笑 但是看得多了 还有点恐怖呢 这个头好像按到本体上 不是特别的紧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OK 然后这就是这个头雕的一个情况 这个头雕上没有探测器的连接位置 也是还原原作的 之后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的青蛙造型 大家一会可以再看 配件的最后一部分是这个小青蛙 大家看一下 细节呢 可以说还不错啊 青蛙身上呢有一些纹路 红色的眼睛啊 嘴部的涂装呢 稍微有一点点潦草啊 但是呢作为一个小配件 我们也可以容忍啊 对吧 OK 配件看了这么多啊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检查一下它的本体了 OK朋友们 我们从头到脚 好好的给利库母做一个身体检查 我去 这个肩甲是和金钮队长是同样的设计风格 这种插口非常松 很容易就掉下来 哎也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头部的可动性吧 头部的可动性呢 像是上台幅度并不是很大 到这就动不了了 然后呢往下看 哎呦它只是配合脖子啊 可以做的稍微低一点 浮式的角度啊稍微要好一些啊 然后头大概就这样旋转呢 旋转呢 基本上可以360度旋转 这个地方的关节啊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紧 而且这个杆特别的细 所以大家在这个操作的时候 尤其是刚到货 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冷啊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是不是特别保险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头部按上去以后呢 很松啊大家看 基本上我这个用这么大劲啊 感觉是插到底部了 然后还是很轻松就拔下来 看起来好像应该是设计的问题 另外它这个肩甲真的太容易掉了 然后说到肩甲呢 我们就看一下肩甲 肩甲抬高啊 大概就是抬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配合手臂啊 做出一些比较大幅度的一些动作 但是其他这个跟这个肌肉队长真的很像啊 这个特别容易掉 这边边就掉下来了 所以大家一玩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肩甲先取消 它真的掉的太厉害了 手臂部分呢平举 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然后另外呢你想要再抬高啊 可能就比较难了 需要转动一下这个关节 能达到一个比较抬高的一个效果 整体来说这个关节相当的紧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紧视程度 非常紧 我再看一下轴部 也是相当紧 所以这个手部的紧视程度 大家不要担心 其实你可以担心的是它这个 关节是不是太紧啊 会有断掉的风险 另外三角肌跟大臂之间啊 是可以自由旋转的啊 这一点啊 就是一个SHF都可以达到的一个水平 头部啊跟胸 头部跟身体之间的这个缝隙 确实也比较大 不过这也是SHF的一个传统异能了 我们在这里呢就忽略它吧 身体穿的这个战斗服装啊 有基纽特战队的标志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胸部和腹部的一个可动啊 向前这个移动啊 基本上是做不了太多这个弯曲的 然后向后呢好一点啊 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水平 太容易掉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腰部 腰部啊刚才这个一样跟肩甲一样啊 这个裙甲的这个地方也是采取这种插口式的一个 插孔式的一个设计啊 非常容易掉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腰部 腰部呢还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紧实程度应该是OK的啊 不会太影响到它的一个站立 裙甲呢有三片啊没有后面的P帘 前面和两侧有三片 然后两侧呢都是像肩甲一样采取了一个插孔式的一个设计 前面的这层呢是一个C型扣的设计啊 大家看一下 台的高度啊大概就是这么高吧 然后这个两侧啊可以高一些 然后前裙甲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腿部的横插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再往上我就怕这个关节断掉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紧实程度 还是很紧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向前踢 前踢也不错啊 膝关节呢也很紧实啊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脚的部分 脚的部分呢这个可动啊好像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大家看一下 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 向外撇或者是向内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前脚掌呢 嗯紧实程度还可以啊有这个阻尼感 脚部呢就是跟站立的一个状况息息相关了 如果它太松啊确实不好站 利库姆这个肉色啊整体是偏黄的 铺装呢还是挺均匀的啊 我觉得比肌扭要好一点啊 可能跟吉斯差不多 甚至比吉斯也要略好一点 OK 基本上这个主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摆上一些造型 看一下这次利库姆的一个造型上面的表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OK 这里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分享 我觉得利库姆的优点啊 主要集中在它的配件丰富上 有青蛙还有附送的头雕以及龙珠 除此以外我觉得涂装各方面都不错啊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越南组装的问题啊 它们的工艺好像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这次利库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 它的关节处都比较紧 尤其是肩部的关节啊非常紧 大家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于是同时呢它插配件的地方 比如说头雕则是非常的松啊 所以这种感觉就特别不好 尤其是我在打完过程中啊 头时不时就掉了地面 是真的很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坏的 我只能说啊 这一款是一个喜悠参丹的作品 至于站立性等方面呢大家看一下 就像视频展示的 它独角呢也能站的比较稳当啊 所以站立性啊基本上不成问题 OK那这一期我们的龙珠SHF 基纽特战队的利库姆的分享啊 也就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想要看到更多龙珠SHF的资讯和分享 那请关注订阅点赞和投币 OK这一期的韬光钱包 买玩具和投币韬光韬箱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